嗨,我是宝可梦 玉山星宇航空联名卡正式上市了 今天呢,就来跟你聊聊这张卡片的优缺点 这边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他的官方网站 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扫中间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权益了 这一次星宇航空联名卡所推出的四张卡片 第一张呢,是世界之击卡 他的年费居然要10万块 那他是限量邀请制的 基本上要玉山认可的财力在600万以上的贵宾 才能够接受邀请 他这张卡片有什么权益呢? 国内15元一里,海外10元一里 只要刷38888元 就可以拿到55000里的Cosmile 新户买额里呢,只要刷5万就送5万里 所以最高呢,可以拿到10万5000里 机场贵宾室的次数呢,是高达18次 不过呢,是以龙腾为主啦 那再来就是机场接送的部分 最高有送到8趟 一样是得他的极致会员呢 才能够送到最多的趟次 他的旅行平安保险呢,是5000万 还蛮不错的 机场停车是以每次不限次数 一次最高可以停30天 第二张呢,是玉山新户航空世界卡 只要年收100万呢 就有机会可以申请下来 这张卡片呢,年费3000元 首年申请呢,目前是免除年费的状况 世界卡的刷卡雷里呢 是国内20元一里,海外10元一里 也是相对有竞争力还不错 新卡里呢,只要刷8888元 就送你5000里的里程 如果你是玉山新户申请世界卡呢 只要刷2万块钱 就可以再多拿15000里 最高就是刷2万元拿2万里 其实也不错 机场贵宾室的次数呢 是最高12次 机场接送则是最高送你4趟 而旅行平安保险呢 一样是5000万的意外保障 机场停车的部分呢 一样是全年不限次数 每一次最高可以停到30天 第三个等级呢,是商务态金卡 你只要年收50万呢 就可以申请的下来了 它的年费只要1000块钱 首年不用缴交 所以呢,你也可以当作是一张 首年免年费的卡片来使用 刷卡累积的比例呢 是国内25元一里 海外呢,是20元一里 相对而言呢,就比较吃力一点了 这张卡的新卡里呢 是刷1788元 送你1000里的Cosmile 商务态金卡赠送4次机场贵宾室 不过不能进去星宇航空的贵宾室啦 这个只能使用龙藤的 那机场接送的部分呢 就没有免费赠送了 此卡赠送的旅行平安保险 有3000万的保障额度 如果你要用的是机场停车的话呢 一年呢,不限次数 但是每一次最高只能停7天 态金卡的年费呢,非常的低 只要200元 第一年呢,免年费 它的刷卡累积比例呢 也比较差一点 国内是28元一里 海外呢,是20元一里 这张卡片的新卡里呢 只要刷888元 就送你500里的Cosmile 很可惜,最基础的卡片呢 并没有赠送机场贵宾室 跟机场接送 赠送的旅行平安保险呢 只有2000万的额度啦 如果你要坐机场停车的话呢 每年一样是不限次数 每一次最高就是只能停7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卡片 有没有什么牛肉哦 玉山新宇航空联名卡 上市限时活动 只要前2万名 成功申请玉山新宇航空联名卡者 你就可以拿到新宇航空台北出发的 不限航点来回机票 3000元的抵佣金序号 所以有兴趣的呢 赶快扫左手边的QR Code 自己即上车 你就可以入手3000元的折底金了 另外一个优惠呢 是爪鸟申办的首年免年费 你只要是首次申办 玉山新宇航空联名卡的正卡 而且合卡就是首年免年费了 世界知己卡是邀请制的 所以年费不能减免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官网其实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图 它的活动期间是3月1号到年底 12月31号 这个表格最大的重点呢 就是年费这个栏位 如果要缴交年费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特别三思 像是世界知己卡的话呢 缴10万块出去 真的可以拿回相对应的权益吗 这个你必须要打个问号 但是呢 世界卡首年免年费 然后商务泰金卡跟泰金卡都不用年费 所以你第一年的确是可以申办下来使用 第二年年费出账的时候你就来考虑 适不适合来申请啦 以刷卡消费累计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还是推荐你先申请世界卡 毕竟国内20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真的累积的速度会比较快啦 再来是新卡里程 首次申请新宇航空联名卡呢 你只要完成首刷就可以拿到里程 最棒的就是世界知己卡 刷38888元拿55000 世界卡比较差一点 只要刷88888元 就送你5000里的里程 那依此类推 如果你是御山新户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比较多好康 不过只限定两个卡等 世界卡的话呢 刷2万多拿1万5 所以等于是刷了2万块钱 世界卡的新户呢 可以拿到2万里 那如果你是世界知己卡的话呢 请你等到7月份的时候 再来申请 那才能够拿到刷5万块 可以拿到10万5000里 刷卡累计的比例呢 这边可以看一下 世界知己卡是最好的 国内15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就像其他航空公司的里程卡一样 国内差不多是20元一里 海外呢 最优来到了10元一里 那商务太景卡跟太景卡 它的累积里程的比例就比较差一点了 提醒你哦 这个里程入账的话呢 它会在你的御山信用卡结账的隔天 它就会入到你的Cosmile账户里面去了 那只要这些里程一入你的账户 它就开始倒数计时了 它的效期呢 是三年 所以你必须要在三年之内 赶快累积到一定的里数来兑换 不然它就会依序过期 里程加速的部分呢 如果你很常在新宇航空官网买票 或APP购票 新宇小铺 这个实体形象门市 或是B shopping 新宇航空的国际航线上的免税品呢 常常买的话呢 可以拿到最高三倍的里程 3月1号到5月31号 是它的第一个加码时段 第二个加码时段呢 是6月1号到12月31号 只有加码变成两倍的里程 分期并没有排除 而分期交易呢 以该笔金额的总金额来做计算 市院一里蛮具有竞争力的 那有哪些通路呢 各大百货公司 这边有写到 Bella Vita 微风等等的 那还有高级料理的部分 台北鸟席啊 胡同烧肉啊 汉莱美食等等 那顶级饭店的话 像万豪 文华东方 金华 韩碧楼 老爷酒店 跟英迪格 这些都算在里面 那像Uber 台湾大车 台铁 也都有 熊市旅游 可乐旅游跟东南旅游 在那边直接现场刷卡 也是符合资格的 再来生日加码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比如说宝可梦生日月 我在那个月份 海外交易刷了15000 10月1里来算就是1500里 再翻一倍就变成是3000里 所以你可以趁你生日月 那个月呢 来做海外消费 做加码 可以拿到比较多的里程数回馈 再来官方购票是不是有优惠呢 这边有写到 如果你是在官方购票的话 持有这些等级的卡片 可以拿到额外的折扣 比如说世界之籍卡 就有9折的折扣 那世界卡也是9折 商务泰金卡跟泰金卡 就是95折的折扣 依自己的卡片等级 而享有不同仓等的折扣 优先化位权 这张星宇航空联名卡 最为大家所诟病的 就是他没有任何卡克的权益 唯一有的权益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个西厂优先化位的领域 那你就可以到商务上的柜台 来优先办理化位手续 那预山星宇卡的刷卡回馈 到底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举个例子 我们申办信用卡 最主要就是要换到 至少一次日本来回机票 我以预山星宇太金卡来做举例 首年免年费 所以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新卡里刷888可以拿到500里 那么雷里的比例是 国内28元1里 海外20元1里 如果你要兑换的是 台日经济舱机票 至少需要3万里 比如说你要去闸谎 2023年12月15号过去 然后12月20号回来 我在官网上面查的价格 是20845元 那这个20845元 你用3万里就可以兑换到了 你用这张卡片怎么累积呢 3万里你先扣掉新卡里 500里之后 你还得累积29500里 那你国内刷卡要刷多少 29500再乘28 算出来是826000元 所以你的回馈率呢 就是20845除以826000 算出来的回馈就是 2.5%回馈 辛苦刷了一整年 82万 结果你拿到的回馈呢 换了机票之后 最后就是2.5%的现金回馈 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办的是 玉山商务太金卡 首年免年费 新卡里呢 只要刷1788元 就可以拿到1000里 你一样要换 台湾到 札黄的机票 20845元 那你应该要刷多少 才能够拿到呢 3万里呢 扣掉了新卡里 你还得累积29000里 那29000里 乘以国内25元一里 算出来的数字是 725000元 所以你的回馈率很简单 20845除以725000 所以算出来的答案就是 2.8% 用商务太金卡 你的刷卡回馈率 的确会高一点 最后我们用世界卡 算给你看 现在世界卡一样是 手年免年费 那新卡里呢 你只要刷88888元 你就可以拿到5000里的加码 累积比例呢 国内20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那你要换的是经济仓 得花20845元 得刷多少 算出来了25000里 乘以20元 就是50万 所以20845除以50万 算出来的数字是 4.1% 所以你发现了吗 你的信用卡的卡片等级越高 你的需要刷卡的金额就越低 那这样子你的刷卡回馈率 才会往上飙升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卡片的年费 算进去 那就不见得划算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考验信仰的一张卡片 预算幸运卡 到底有没有什么牛肉呢 第一个 首年免年费的卡片 你的成本是零 所以你可以申办 第二个 如果你是前两万张卡片 来申请的话呢 他就送你一组 3000元的机票 抵用金序号 他的机票开立时间呢 是在2023年的 3月1号到6月5号之前开立 那你最晚要在什么时候飞出去呢 要在2024年的1月31号之前飞出去 也就是在农历年之前 要把这个机票用掉 如果你的生日呢 是在3月到12月这段期间呢 请你善用 生日海外里程两倍 比如说世界卡的话呢 就是海外10元一里 变成海外5元一里 这个也是他们广告上面打的 最优5元一里 所以这个要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也建议你在明年3月出年费之前呢 你就可以考虑停卡 每一年的年费要佼佼的时候 你就必须去检视说 你到底累积到了 你想要的里程数 都兑换完了吗 如果你账上还有一些机灵点数的话呢 他最后就会慢慢的过期 这张卡片呢 他几乎都没有什么卡级福利 他没有送你 Adventurer Explorer Insider的卡级会员福利 几乎没有 顶多就是只有 世界卡跟世界直级卡 享有商务仓的优先化位权而已 最后的结论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是一种信仰 新宇航空联名卡 真的是一种信仰 如果你对新宇是真的有爱的话呢 这张卡片非常的适合你 但是一般人的话呢 我们会比较实际的去计算他的权益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好 我希望他可以端出更大块的牛肉 或者推出更多的好康 我们再来支持他 也不迟 是不是应该要办这张卡片呢 如果要缴年费 我建议你再三思考 但是如果是手联名年费呢 你真的可以办下来 好好的用一用 但前提是 你得计划性的消费 比如说你得刷个50万 然后拿到3万里兑换经济仓 好 那你只要兑换完毕 这张卡片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一年刷不到50万 刷不到80万 那这些卡片呢 可能就不适合你 你可能会来不及累积到 你要的这个数字 换成机票 然后你就要缴下一笔年费了 好 那相对而言呢 就是相对不划算的啦 好 希望这支影片呢 对于你在选择信用卡的时候 有所帮助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 最喜欢星宇航空的朋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这张卡片 觉得不错 就赶快来办卡吧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